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面的这种隔山窗相当于可以有日光气数的计算 这个功能其实我们也很少用 所以我们只是用到上面这个会比较多一些 大部分常规的是用上面这些 那在这里我们看现有门床这里 这里有个预览图 右边有个选择 选择这里默认的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 它会有八个 之前我们在小实例的时候讲过 这里八个有七个是窗 有一个是门 那没得选 我们只能选择这个默认的门 单击下它 这是左侧预览图这里就出现了这个门 好 我们这里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放置门窗 一个是添加门窗 我记得在入门小例子那里我们选的是放置门窗 如果我们点击放置门窗的话 点击下它 鼠标的右下角出现了一个小点 我们这里有好几个门 也就是三个门 一个是这个房门 另外一个是洗手间门 还有一个浴室门 我们分别用三种不同的方法 那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点击怎么讲解一下 怎么放置这个门窗 好了 我们在这点击一下 这时这个门就放置到这里了 我们ISC取消 但是这个门呢 我们发现位置和大小尺寸 它都已经是固定了 我们除非可以在选中它之后 单击这个门可以在这进行更改 那这样呢 就会比较麻烦 也就是这个方法呢 适合于我们尺寸已经设置好的这种门窗 我们这个会比较快一点 但是呢 我们这里更多的时候 是我们需要根据图纸来绘制 所以我们把它删掉 按Delete 选中这个窗之后按Delete 或者是右键 这里有个删除 也可以 我们选择这里第二个选项 添加门窗 点击下它的时候 这个时候鼠标越下角变成了一条简号 我们在这个门的按图纸的位置 在这里左侧这里点击一下 然后右侧这里的边缘也点击一下 好 这时我们按照这个图纸的尺寸 就设置好了这个门窗 然后我们选中它 我们发现这边又多了很多选项 依据这个墙壁厚度来调整门窗 我们点击一下它 这是因为这个墙壁厚度是比较标准的 如果这个墙特别厚 或者超出了这个 你点击一下它之后 它就会自动增加厚度 让这个更美观 下面有替换啊 什么这些的 和载入日光系统 这个比较少用 下面也可以更改这个门的高度 宽度 以及它的位置 那基本上我们常用的就是这种标准门 会比较多 我们看一下3D视图 3D视图我们看 这个门的方向 我们发现它是向外面开的 对吧 而这个实际上我们的客房的门 一般都是向内开的 那所以这个方向不对 我们得更改一下它 再回到平面图 选中这个门 我们看 上面有三个小按钮 注意 不选中的时候不出现 选中这个门的时候才出现 上面有三个按钮 一个是移动 选择这个移动的时候 出现了红色箭头 跟绿色箭头 鼠标放在这个三角形 紫色区域的时候 就出现了这个十字移动的符号 我们可以给它移动到其他位置 是吧 撤回来 我们还可以按住这个红色箭头 这样它只能在 X轴方向去移动 按住绿色箭头 它只能在Y轴方向去移动 我们还可以回到原来的位置 这是移动的方法 而第二个按钮呢是这个旋转的 旋转的命令 我们点击下旋转之后 跟我们入门小实例讲的是一样的 这里有个蓝色的小点 鼠标放在上面的时候出现了旋转符号 这是按住鼠标左键 注意 按住鼠标左键 这时我们就可以旋转 旋转任意的角度 我们给它旋转180度 这样它就反过来了 这是我们发现 这个门的方向对了 然后我们ISC或者在空白的地方 直接点击一下 这时就调整好了 我们看一下 是吧 调整好了 好了 那另外两扇门呢 我们后面我们再讲 用其他的方法去做另外两扇门 我们门建立好了 再看窗 这个窗这里有两个窗户是吧 一个是洗手间 跟这个卧室之间有线窗户 另外一个是这个房间 这里有个弧形的窗户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洗手间和卧室之间这个窗户 我们还是点击选择 这个窗户呢 这是我们选择这个标准窗户吧 我们看后面 后面这里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多这个门上面多了一个数字1呢 代表这个空间里面 有一个刚才我们设置这个尺寸的门 这个门的尺寸是我们自己设置的 现在我们选择标准窗户 好 这个是预览图这里就出现了标准窗户 我们还是点击添加门窗 添加门窗 然后在这个位置 鼠标出现减号的时候单击一下鼠标左键 在右边这里也单击一下鼠标左键 这个窗户就放进来了 我们看一下3D尺口 是吧这样一个窗户 但是这个窗户呢感觉不是好看 这个窗框太宽了是吧 感觉像监狱一样这个感觉 所以我们得给它修改一下 选择这个窗户 左侧这里同样是有很多选项 我们看到尺寸这里高度宽度 高度宽度 这个宽度我们刚才按照图纸画的 然后窗台高度跟这个窗框宽度 注意窗框宽度代表什么代表的就是 这个就是窗框啊 什么窗框知道吧 我选择它 这个窗框宽度我给它改成0.05 就是5公分 回车 这是我们看 是不是变薄了很多啊 这个窗框 这是看起来美观一些 然后这个尺寸 我给它做一个落地窗 一般落地窗好看一些 我们还是选择这个窗户 我们看上面还是这三个按钮找到 注意没选中的时候没有 选中了之后才有 前面两个移动跟旋转我们都知道了 第三个是比例 比例也就是这个推拉工具 我们选中这个比例 这时鼠标放到下面的时候 就出现了黄色的箭头 这个箭头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你按住鼠标左键 可以推拉它的尺寸 就是我们向下推拉一点 这个大概按照这个尺寸就可以了 不要太低 上面呢我们也把它向上拉一些 注意不要拉太高 等一会儿还有这个天花掉顶 然后做好了之后 我们按enc 但是这个左右也可以推拉它的宽度 按enc 这时这一扇落地窗就做出来了 是不是就比刚才美观很多了呢 这是洗手间和卧室之间的窗户 我们再看还有这个房间的窗户 卧室这个窗户 这是个弧形的 我们看选择这里 这里多了好几个 都是刚才我们去做的时候 我们把它依次删掉 删到这的时候就删不掉了 这里没有弧形的窗户 也就是说deluxe它是不支持这个弧形窗户的 那怎么办呢 其实跟刚才我们建模的原理一样 我们选择这个标准窗 那这时我们可以 画三个这样 标准窗户把它拼接起来 这样就可以类似于弧形了 当然你画的这个越多 它的弧线就越这个圆润 我们选择添加门窗 在这个位置 注意这个三个 差不多三个等分吧 这个也没必要太标准 差不多三等分的位置 首先画一个 这个先不要召集它的形状 不要管 一会我们再通过这个推拉工具 再去改变它 先看这个 我们再看散立图 散立图感觉这个窗户的尺寸 还是需要修改 对吧 选择它 然后 窗框宽度0.05 推拉工具 这是我们给它调转一个方向 到室内这个空间来 我们还是要键落地窗 向上 这个向上就不要太高 因为等一下还有这个 掉顶 好 这样我们就 这个落地窗设置好了 我们再回到平面图 我们看这个方向 是不是 我们给它调整一下 这里又进去了 对吧 让它更美观一点 调整一下 然后再移动一下 这是移动的时候 它可能尺度范围比较大 是吧 也会出现很多这个绿线 如果我们想微观的去移动 注意 这是按住shift键 按住shift键 它移动的幅度就没那么大了 如果你直接移动 它的移动的幅度会比较大 按住shift键 它就可以小范围的移动 是吧 这样的一扇窗 我们就设置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3D图 这样就美观了很多 好 那第二扇窗我们怎么办呢 除了我们可以再次利用添加门窗以外 这个 我们选中这扇窗户 这时我们发现 这时的尺寸 就跟我们调整后的这个尺寸 是一样了 包括窗台高度 窗框的宽度 你看啊 所以这时我们直接点击添加门窗 按照刚才这个比例 画一扇相对比较直的 哎 没画上 这可能它 这种方法还不行 这种方法还不行 那我们想一想 另外的方法 这个为什么说不行呢 因为这个弧线 它切割这个窗户可能会比较严重 画不直 这是我们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把这个窗户原地复制 复制的命令是什么呢 Ctrl加C CtrlC 然后CtrlV 这时候我们就多复制出来一个 这是又出现了移动的 然后我们把它向这边移动一下 然后再旋转一下 再移动 所以这三个键有切换的方法 所以这三个键有切换的方法 就是按键盘的TAB 左侧Caps上面的这个键 就Q键 左侧的这个TAB 它就是这个 切换这三个选项按钮的功能的工具 你看按一下TAB 就切换它旋转了 是吧 为它旋转直一点 这个画的过程呢 可能会稍微细致一点 然后同样的道理 我再给它复制 CtrlC,CtrlV 把它移动过来 然后旋转一下 所以这个画弧线呢 就是你的调整的次数比较多一点 稍微麻烦一点 好 这样三块窗户 我就把它拼接好了 再往上 好了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3D视图 这样的三扇窗户 你看 是吧 但是这时候你得多磨一点功夫 好了 好了 那么回顾一下 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基本方法 就是 选择它默认的这个门窗 这个门只有一个 然后通过放置或添加 通常我们有图纸的情况下 就选择添加 我们 还讲了怎么样更改这个窗户的尺寸 还讲了我们怎么样做这个弧线的 弧线的直接deluxe是不支持的 那我们只能通过 直线来拼接 这样我们这个门窗就放置完了 那另外还有这个吸入间 这样的两扇 门 下面 后面我们再去讲一讲 我们另外的方法来做这个门 FB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